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古代的整合 就是勒曼人入侵 这是第一次整合 勒曼人入侵了罗马帝国 把一个崩溃中的罗马帝国重新激活了 我们说这是四种元素的整合 希腊人是放大了的个人 罗马人是放大了的国家 勒曼人是重视家庭的 是放大了的家 基督教是一条松散的纽带 把三字都联合起来 结果通过勒曼人的整合以后呢 放大了的个人就变小一点 罗马庞大的政府制度变小一点 血缘制度 清缘制度 家的原则渐渐盛行 产生出灵族附庸制度 进行了第一次整合 四种元素进行了调节 进行了第一次整合 没有这样子整合 就没有欧洲的中世纪 就不会有中世纪的一千年 这就是第一次整合 第二次整合叫做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也是一种整合 文艺复兴主要是要把 人间和天国之间的对立 给和谐起来 人间天国这个概念 就是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 来建立人间天国的 人间的爱和天国的爱 是统一的 是和谐的 有一幅画 画的就是天上的天使 垂下手来 一个人间的人 健康的人 握住天上来的那个手 这就是人间的爱和天国的爱 所以文艺复兴 它和谐了灵与漏 它和谐了人间与天国 它完成了人的身体 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和谐 所以它也是一种和谐 假如我们说 罗马帝国的崩溃 封建制度的建立 和谐了四种元素 个人家庭国家 与超国家的宗教 那么说文艺复兴 就是重新和谐了 人与天的位置 不是拉远了 而是拉近了 人与天之间离得很近 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预言 来建立一个人间的乐园 叫做人间天国 人间的爱和天国的爱 是相通的 第三种整合 第三次整合 第三种整合 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 也是一种整合 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 就是反对的是 任性的资本主义 欧洲的资本主义 精神里面所说的那种 离心的资本主义 但是后来 由于欲望的过度发展 征服官的特殊的激活 导致了人类的毁灭 对整个欧洲 整个世界造成了 不可估量的损害 后现代主义文化产生了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反对 任性的资本主义 通过这样一种整合的因素 欧洲的文明才得以保全 通过这样一种整合的因素 才能重新规划 什么叫主流文化 什么叫非主流文化 什么叫精英文化 什么叫大众文化 什么叫等级文化 什么叫一般的民众的文化 什么叫语法 什么叫语言 什么叫学员派的舞蹈 什么叫乡村舞蹈 什么叫desco 什么叫大宗生活 只有在这样一种 内部的整合之中 欧洲的文化 欧洲的文明 在德意向前发展 那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 前期的唐英比 就是一个英雄主义者 强调是挑战于英战 用词来解释历史的发展 但是唐英比 却是一个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夜的人 所以在二十世纪 他看到了人类如此之大的变化 他在最后写的那个重要的著作里面 人类于大地里面 不但地改版里面 他提出一个人的良心问题 实现了他的历史观的一种 后现代主义的转折 所以唐英比飞地说一说 因为他的一些思想 假如说他的历史研究的思想 是现代主义的 那么他的人类于大地里面的思想 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 这样一种历史观呢 是从生物圈弹起的 什么叫做生物圈呢 就是生物可以生存的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呢 就是一个用砖头往地下砖的深度 可以用飞行器往天上飞的高度 就是能力能够到达的地方 这样一个圈子 这个一个圈子呢 它是由陆地水空气 构成的一个薄薄的薄层 这样一个薄层呢 里面存活着生物 包括人类 这个生物圈是人类的家 是人类的栖居地 非常重要 要是好好保护它 不要去毁灭它 所以这样一种思想的提出 一种环境的论证 和以前的文明 如何变英雄 如何征服人家 如何应付挑战 如何使自己活下来的思想 完全不一致 首先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整体来看的 把人类看成一个单位 单位变得更大了 现在不是什么希腊文明 罗马文明 文明不再是单位了 人类是个单位 与人类相对的是自然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以及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 这个视野就够大了 生物圈当然有特点的了 生物圈的特点就在它的龙脊上 是严格有限制的 因此它也只有有限的资源 这个有限资源又是非常有用的 它为生物 各种生物的物种所必须 这种人类的生存物质 生物圈里面人类必须的生存物质 有些可以更新 有些是不可以更新的 失去了就失去了 无法弥补的 任何生物 如果过分的汲取了 可以更新的资源 或耗尽了 耗尽了 无法弥补的资源 这注定要灭亡 已经灭亡的物种 和现在仍然存在着的物种 只比数量大的精能 也就是说已经灭掉的物种 和现在存在着物种 一比数量大的精能 这个生物圈 它也是很薄薄的一层 甚至薄得出其 上面的极限 就是飞机能飞的高度 下面就是钻井的钻头 能钻道的深度 这个生物圈 并不像地球本身那么古老 而是新生成的 在古老的地球 很多时间是没有生命的 后来才将来产生生命 所以这一个生物圈 不古老的 新生成的 但它变化却很大 人类就是生活在 这样一个家园里面 人类甚至是孤零零的 周边的星空 都没有生物存在 而且我们现在的 技术手段 也不能够把人类 移居到月亮上去 人类最看得到的那一个星 天上晚上 除了月亮很明亮之外 还有很多闪烁的星星 我们一测它的距离 也是几亿个光年 非常的遥远 所以呢 人类必须珍惜 爱惜这样一块 让人类生活的家园 那么在这个家园里面 人也不是唯一的生物 人和人在一起的 还有其他的动物 还有植物 动物植物本身就是一个 依赖的关系 在动物的类别里面 有一类叫做人 人只是动物之间的一类 但是人确实有一点特殊性 人可以用一种思维的作用 来使自己和其他的人 其他生物圈的物质 和其他的生物圈中的 其他的东西区别可能 人是什么 人的意识 人的良心 以及在人的体质在内 人的这些东西 都离不开生物圈 人必须在生物圈里 来考虑人的存在 人的精神 人的能量 结论是什么呢 汤英比的结论就是 我们目前的这个生物圈 迄今为止和现在 都是我们人类居住的 唯一的生物圈 同时也是我们 大概有可能 找到的唯一的物质的居住区 我们因此要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 都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 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来自生物圈的警告 什么是警告呢 一 人类因为人类的短视和破坏 人类的贪婪 已经是我们居住地 生物圈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和掠夺 导致了人类有可能的自杀 你过度地开发 结果毁灭了物质 人不得不灭亡 所以人类现在做的一切 人可能可能是一种自杀行为 短视行为 这是由于来自人 产生的破坏 第二 即使人类不进行破坏 你也无法保障生物圈的 可以永恒的存在 还有来自太阳的那个辐射 还有来自宇宙射线的威胁 甚至还有其他行星 说不定哪天就撞到地球上来了 导致像人像恐龙一样的灭亡 所以现在很凑巧 我们有的是有用的光线 有用的射线 太阳因为我们提供能量 假如哪一天发生变化呢 即使人类不进行破坏 人类也无法抵抗 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 汤英比特思考历史的时候 他已经把人 放在整个宇宙中去了 他用的单位是生物圈 不再是文明 生物圈里由人与其他动物 之他生物的共存 和人和其他星球的关系 人的资源问题 他思考这些问题了 那么人在生物圈里 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和其他生物进行共存呢 他认为 首先要考虑到 人类所拥有的物质问题 他说生物圈 这个里面的物质 分几种东西 一种是无稽的 十种不曾有过生命的物质 像矿物 像石头 从来没有有过生命 这是一种物质 叫无稽物 第二种叫有生命的物质 譬如植物 动物 譬如人 第三种是 潜有机物质 就是一度有生命的东西 现在死了 变成遗害了 但是他身上 冷然有一些有机的性质 可以看到一些生命迹象 这种东西呢 叫做潜有机物质 所以分三个 无机物质 有机物质 潜有机物质 特别是那个潜有机物质呢 它特别重要 因为它为人类提供 某些维持生命的 最重要的资源 他语比这么说 三浮岛 是由三浮虫建立的 三浮虫建立的三浮岛屿的总体 要比火山爆发的能量 冲刷出来的陆地 大得多 火山是无生命的 里面一种火山爆发的巨大力量 虽然也是一种堆积 但是与三浮虫做的力量来比比 逊色得多 煤 一度是活生的树木的遗害者形成的 而我们的土地 生产粮色土地 是不是肥沃 要看里面有没有动物的躯体 和细菌的繁殖 山上的石灰岩 还是海底的动物骨头 这都是一种有机物 石油是什么呢 也是有机物 煤是什么的有机物 这就是潜有机物质 假如人类没有了这些物质 人类根本活不下去 那么人类现在呢 对这些潜有机物质 不是好好的保护 而是剧烈的竞争 剧烈的争夺 这种争夺呢 就是生物的竞争 生物的竞争 本质上就是为了资源而竞争 这种精神竞争的很强大 大到一个物种消灭 另一种的程度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的方式 就是把对方消灭或者朴实 另一个是坚决的方式 就是去争夺或者掠夺 一种生命的必须品的 最大的份额 比如水 食物 配额 如果植物不存在了 那么作为空气和食物的来源 动物也不可能生存 所以呢 最好的生存方式呢 是一种依赖性的生存方式 比方动物依赖于植物 最坏的生存方式 就是竞争性掠夺性的方式 而在掠夺性的方式里面呢 最坏的就是人类加入竞争的方式 汤一饼这么说 人类从树上下来 就成了死落动物 然后他用直接的方式进行捕捉 其他生物 它的受害者 就是已经灭亡的物种 然后人类又驯化动物 目的是在这些动物还活着的时候 可以掠夺他们的产品 奶啊蜜啊 或者经过杀戮以后 或者他们的肉 他们的筋骨 他们的皮毛 可以用来制作皮质品和衣服 但是还不如此 人类之间还要互相斗争 互相同类相识 比如奴隶 那就是会说话的工具 把它们当身口一样来对待 人权 它是不完全自由的 还有宗教的祭典 把人当作一种牺牲 来祭神 还有一种国家 对国家的崇拜 造成了一种敌人的概念 对敌这国家的人 进行战争 那么人类的这种竞争呢 就加重了污染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 有意识 最会为自己打散 结果呢 人类是有计划的 用理性手段进行了竞争 这就导致了 大量的生物的物种的灭绝 丧失了很多人命 很多人都因为战争 或者灾难 过早的痛苦的激烈的死亡 人类还把许多物种贴上了 杂草和害虫的标志 进行消灭 只要能发现这些东西 对人类不利 人类还有能力 污染了整个大气 海洋 释放了很多放射性的物质 污染了世界 人类还有能力 切断了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合作 破坏了生物圈 破坏了生物 生存的必然的连 那个环节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使得生物圈 由于自然的原因 人类的原因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那么历史学家汤英比提出的药方是什么呢 药方很简单 叫做道德与良心 他说一个人 假如上色自己的灵魂 那就不是人了 人的实质就在于 意识到这样一种人的精神存在 认识到能有良心 人是两栖动物 既生活在生活圈中 又生活在精神文化世界中 人在这个两个环境中都很安适 但是这两个环境是不同的 都有自己的目标 但现在人呢 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 人类的贪婪呢 使人用文化用理性进行了破坏 那么怎么改变呢 就是要靠发扬人的精神 发扬人的道德 看清楚世界发展 提出的观点叫宽恕 这样唐英比的一个思想 尤其从一个强调那个 征服挑战于英战的 这个英雄主义的唐英比 转变一个强调良心的唐英比 实际上就是在他身上 看到了一个历史学家 如何从一个现代历史学家 向一个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的转换 促使唐英比 就简单地考虑文明作为一个单位 如何生存 延续到考虑到整个人类 作为一个文明 作为一个整体 怎么生存的问题 从研究的单位来看 它是越来越大了 从思想的深度来看 也是越来越深刻 所以从人类的历史来看 它既是一个逐渐摆脱野蛮无知 向萌明社会发展的过程 又是一个人如何认识自己 认识自然 甚至认识整个生物圈 乃至于宇宙的过程 只要人类存在 只要社会发展 这样的认识过程永远也不会完结 科学就是在人类不断对未知世界探索之中完善的 一部文明史 说到底也是经验和教训并存的历史 一个文化史的学者 他其实也是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领略了太多的痛苦 积累了太多的经验 看到了太多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用这样一种视野 来观察我们的现代社会 就可以看到 西方这个现代社会 它也是矛盾的 也是痛苦的 也是充满危机的 只要稍有不慎 就会酿成大祸 这其实也是对一个学者 无论是古代的苏格拉底和孔子 还是近现代的康德和汤英比 提出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只有在这样一种深入的研究的过程中 人们才能找到知会 找到平衡 找到整合的机会 找到实现世界的和谐的可能 所以从文艺复兴开始 历史就是从那个人的时代走向物的时代 再走向情的时代 假如我们说中世纪是神的时代的话 那么文艺复兴就是人的时代 假如文艺复兴是人的时代的话 那么工业革命就到了物的时代 人是机器的时代 只有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 只有到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纪 人才考虑到 我们所处的社会 不仅仅是一个挑战于阴战的社会 不是一个文化冲突的社会 还应该或者更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应该和谐 人与自然之间 就是人与天之间应该和谐 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和谐 民主与民主之间应该和谐 身体的欲望和心灵的要求之间应该和谐 这样一种概括呢 就可以概括成人的主题 情的自觉 二十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的发展 到二十一世纪初 人类联合起来 拯救世界危机 都体现了一个情字 所以我们也可以换天地人神 就是一个如何从神的时代 进入到人的神代 再到了物的时代 再恢复到情的时代的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